冰心是民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作家 人缘极差 被鲁迅鄙逼视 被张爱玲看不起 被苏清嘲笑 更是被林慧英讽刺 为什么民国的大文豪家们都讨厌冰心 冰心 原名谢婉迎 是民国著名的才女 女作家 1918年 冰心入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 她原本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 治病救人 但是冰心在学生时期 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跟鲁迅先生一样 其一从文 转文学系学习 取笔名为冰心 冰心一名取自王昌林 福隆楼送新剑中一片冰心在玉湖 但是 在民国的文坛界 冰心的人缘极差 大文豪家们都不喜欢冰心 更瞧不上他的作品 首先 文坛界的巨匠鲁迅先生 对冰心作品的印象就不好 鲁迅先生的作品总能一针见血 揭露人性真相 血淋淋抨击社会的不公 而出身较好 一生顺遂的冰心 他的作品逆境都是在歌颂爱 纯洁和美好 没有一丝反映社会的现实 比如 我们中学课本里的小巨灯 但是在当时那个水深火热的动荡年代 冰心文章的风格似乎是一纸空谈 与其他作家的文章相比 显得是那么格格不入 鲁迅先生是个耿直的人 他评价冰心的作品是小女人的扭捏作态 十分小家子气 没有风骨 梁士秋更直白 说冰心的诗有女流作家之短 没有女流作家之长 不值得效仿而留为时尚 在民国众多女作家中 张爱玲是最看不上冰心的作品 他曾经公开表示 冰心的青碗往往流于作作 文章写得没有思想深度 太过矫情 和自己的作品相比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张爱玲是个有些傲气的作家 他觉得能和自己作品相提并论的作家 没几个 好友苏清算一个 同样 当苏清看到冰心作品的时候 以为是一个美女作家写出来的文章 但看到照片后大失所望 嘲笑冰心在自己的作品中 卖弄她的女性气质 再也没有兴趣看下去了 而冰心自己也有讨厌的女作家林徽英 原本 林徽英和冰心是同乡 都出生于福建的名门望族 林徽英的丈夫梁思成 和冰心的丈夫吴文早 同为清华大学的同学 在美国时就经常在一起游玩 因此他们两家关系非常好 但自从林徽英在家里弄了个文化沙龙 经常请徐志摩 金月灵 胡适 沈从文 钱端生等显赫的文坛大佬 在林徽英家里坐而论道 探讨人生哲学 中西文化以及天下大事 这时候 林徽英便是沙龙的主理人 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和焦点 原本文化沙龙只是文人之间的聚会 但冰心有着传统女性偏保守的思想 认为林徽英组织这样的沙龙聚会不合适 于是便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太太的客厅》 内涵讽刺林徽英虚荣虚伪 是个爱在男人堆里出风头的绿茶 文章一出来 林徽英非常生气 于是托人回敬给冰心一谈山西老陈醋 从此 两人之间的梁字算是结下了 除此之外 冰心被拉下文学神坛 很大原因是他放任儿子抛弃弃子 2012年 冰心的孙子在他和丈夫的墓碑上 用红色油漆写上了《轿子无方》 网为人表 八个大字羞辱冰心 不免令人探望